今天呢 我的论文题目是 一种 泰纳米管复合材料的 制备方法 我知道它 成绩还是不错的 对 我记得你大二的时候 不是说要考我的研究生吧 怎么样 考了没有 不考了 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 现在呢 我就想赶紧毕业 工作赚钱 好 好 你倒是挺实在啊 好 开始吧 好 我的这个论文呢 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聚合物 碳纳米管复合材料的制备 通过这种制备方法 可将材料的导电性 提高一点五倍 这个数据是错误的 你引用的是二零一三年的 文献资料吧 但现在已经是二零一七年了 关于碳纳米管复合材料的 研究日新月异 所以本质上 我觉得研究本身 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这都是最新的材料 好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刚才说 用这个制备方法 可以使材料导电性 提高一点五倍 是吗 没错 但事实上是提高了三倍 你的数据是错误的 自然推导出来的结论 就是无效的 教授 这个呢是本科生的 毕业答辩现场 这位先生的出现 严重干扰了秩序 我建议请这位先生立即离开 是我邀请他来的 原则是让毕业生的论文答辩 确实不应该让无关人员 进场随意发言 但他是咱们学校 材料学院的博士生 也算是你的直系师哥 师哥又怎么了 同时他也是你这篇论文 引用文献的作者 杨兰行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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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